测鸟起步 再接一个顺测CW OK成功杀出 我倒要看看是谁 说我麦凯伦不行的 对 他八个半季的时候呢 确实稍微远了一点 但是谁不会远 你不会远吗 是吧 虽然咱始终都会远 但是咱至少一开头是最硬的 对 计时方面呢 确实麦凯伦是差了点一车 但是实战这一块 今天传奇车神500分的绝 用这辆车打了一下 那是熬熬上分的 上得我好爽好爽 那此时呢 可能有小伙伴会说了 那我遇到你的时候 怎么你是未完成的 那是因为我打素材的时候呢 只要不是我想录的图 那我都是直接退了的 可能有时候 我确实会出现买单的情况 但是未完成的话 可能我不认真跑的时候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好 咱们回到实战当中 主要呢 咱们就是来展示一下 迈凯伦硬的时刻啊 他这个起步呢 我之前也说过了 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起步特性啊 就连那个 时序使者 他的双喷得一个弹性呢 我认为都没有他这个好啊 为什么呢 从这两局的实战 大家可以看出来哈 起步喷延长 可以避免起步间的碰撞 而时序呢 经常会出现第二个顺侧不出喷 或者被别人卡掉的情况 然后呢 出来之后 迈凯伦只需要小卡器 或者小顺侧 就可以买一个器 而时序呢 需要触发弹器 才能杀出来 这区别就很大了哈 所以呢 这就是我喜欢 起步喷延长特性的原因啊 那如果出一个 起步喷延长版的 时序的话 那实战真的是 无敌好用啊 这边呢 咱们目前已经有完了 后面的人距离也在 慢慢的拉近 可是呢 从小地图可以看到 他们两个呢 在后面纠缠不休 看 咱杀出来呢 就不用考虑这些问题啊 当然 咱们 也是稳的比较持久 那如果不持久的话 前面再印 有啥用呢 是吧 所以呢 打铁还需自身印 有车的同时 还需要把技术给练好啊 好 最终呢 刨的记录呢 也不是很差 比我的机甲 无失误记录 也就慢了两秒钟左右 两张图都是这样啊 那所以说 短图跟机甲记录差两秒 这麦凯伦呢 在短图还是能用的 好 点赞关注 好运题目做 谢谢大家收看